请收看惠律法师冯鞋讲座 总子医也就是表示我们有无量的潜能 总子医 所以每一个人的潜能都不一样 有的人上辈子已经出读很多了 这辈子来投胎转世以后 他从幼稚园读小学统统第一名 读到大学念台大还是第一名 他就是有那个读书的种子 有的人他就没有办法 爸爸是医生 妈妈是大学教授 生了一个儿子 不管花多少钱 选多少的家庭教师 钱拿了跑去撞球 十六户 每次成绩都是最后一名 所以以前的人在讲下话 有一个人呢 也是念小学 乡下也是念小学 从小学 一年级到六年级都第一名 毕业十几个 十几种奖品 因为前校只有他一个 因为前校只有他一个 因为很乡村 没有人要念 你知道吗 他毕业的时候领十几种奖 校长也给奖 老师也给奖 家长会会长也给奖品 反正他一个人统统得了 这个不是很会念书的 后来这个学校也解散了 如果我们今天讲那年级也剩下一个 从南无本世世间的摩尼佛以后就下课 马上就结束了 就剩下一过 就是那 啊